全新的信仰 我們一起在四讀心絡上 我們今天的信仰會告白 我會在一項宣認試圖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及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身子 恩著聖靈成人 由同精女馬里亞所生在本雕比拉多下受難 被丁與十字架受死賣葬 降在陰階地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聖天署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逼從那裡降臨審判會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御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對我信聚的聖免 我信聖體復活 我信永生下門 你今早上帶來我們來祈祈祖 主要我們來到祢的面前來 祈求祢應募我們的保護 主要我們祈求祢聯繫我們的財政困難 今天我們祈求我們msorglem 祈求祢紀念我們的生意和財政 祈求祢祈求我們的心 也會聆聽我們每個人的禮拜友記 主要求你安慰每一位感到沮喪的人 求你用你的话语去慰恶我们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房 圣经说到我们听到你的话语 我们内心会听到你的话语 主要我们祈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能力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明祈求阿门请坐 今天我们继续看《撒加利亚书》 今天我们所看的题目是神的儿女所受的苦难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3章9节 我们一起读吧 《撒加利亚书》13章9节我们一起读吧 《我有使者三分之一经火》 《奥连他们与奥连人子》 《诗连他们与诗连金子》 《他们必求共我的不明》 《我必应允他们》 《我说他们要说有往往善我的神》 阿门 我们今天要看《撒加利亚书》11章到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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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加利亚书》13章是以色列的復興呢 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13章1章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3章1章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3章1段 一起读吧 那日必慘,寧靈禧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開一個傳言,使用罪惡攔鱈 大偽族屬加耶穌住民的罪惡動的盧靈禧是開辦的 神strom人看見這東西是耶穌基督的 在這裏講到會有一個傳言會為大慧的家和耶路撒冷對民離開 這裏很清楚這個傳言的字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保養,尤其是耶穌基督的泡沫 尤其是耶穌基督的泡沫 其實是耶穌基督的血 這個傳言是特別為以色列人所準備的 耶穌基督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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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承傳所有的偶像的語言 其中一個語言 耶穌所承傳的語言 耶穌基督的血 耶穌基督是在喀加利亞所說的 耶穌基督被擊於十字格 就是拯救所有的人 即是所有人的罪 在最后晚餐,耶稣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罪不能用任何东西去清洗,唯有借着主耶稣的补血 我们才可以清除我们所有的罪 只要耶稣的补血就像一个全沿的水一样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吧 因为这时候我立有的血,我们都是流出使罪得道 这是我的血,由很多人给罪了解罪的罪 什么意思? 耶稣说的,耶稣说的 这个很清楚说到 我们在圣餐那里 我们在圣餐那里,几年到耶稣流血 我们在圣餐那里,我们的血是为你们流出的 是很清楚说到 只要耶稣的补血才会洗止我们的罪 而那些是被耶稣的寶貝洗淨後,他們已經不是碎的奴隸,已經不是黑色的血, 而那些是黑暗的全世,不是黑暗的奴隸,而是光明之子。 我們在看若干壹書一章,我們一起一起跟他,我們約在光明中與神在光明中相交。 他的兒子耶穌的血也使盡我們一起的罪。 因此耶穌基督的保血是使用我們一起的罪 在薩卡尼伯書所說的這個救贖的泉水是被猶太人的神的指紋 就是預言到這個傳言就是耶穌的保血 在那裡看到耶穌基督的預言是成全了 直到耶穌基督的耶穌基督成全了 我們是由太福音二十六章和約翰一書一張看好的 聖經講到如果你是清洗了之後你就會有一個傳言在你的生命裡 我們看了福音四章十四節一起讀 人要學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學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求成為傳言 直湧到永生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學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學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求成為傳言 直湧到永生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學 神所賜的水就要在他裡求成為傳言 直湧到永生 當你很累的時候 你是要透過水的水 就要從這一個水泉裡喝這種水 如果你不喝水 你的肉身就會滅亡 會死去 所以現在牧師要喝水 就像這樣,要喝水,如果你不喝水,我們的身體就是會死掉 同樣在靈裡面,如果我們不喝這個泉水,我們的靈就是會死掉 你一定要有這個泉水,這個泉源在你的生命裡面暗闊 這個泉水是說到末後的信心 特別在薩格尼亞書第十三章最後的部分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起讀《禍話說》 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全流 在這裏說到三分之二就是會被剪除,只有三分之一留在這裏 而是會被剪除而死,而是會被剪除而死 救恩是為所有人準備,但也不是給所有人 你明白嗎?救恩是為所有人準備,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得到這個救恩 在這裏說到這裏說到三分之一的寧與全流 就是三分之一就是會得救的 有三分之一的寧與全民 看似錄說到144000人 這些信息是144,000人 其實這個信息不是由基督徒所寫的 他們就這樣說144,000人 也就是這樣說144,000人 也就是這樣說 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在基督徒2000年歷史上 在羅馬時代有多少人死亡 在韓國也有多少人死亡 現在世界各地的既約時代有很多人死亡 2000年歷史上的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14,400人死亡 2000年歷史上 但是他們進入了 那些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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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個數目 是整個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是那些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那些既約時代的既約時代 我們特別知道 在以前的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們受到很多既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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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144,000人 就是在那時候 羅馬帝國的時候被迫的既約時代 因為他們受到很多既約時代 但是 144,000人就是在那時候的數目 羅馬帝國時候的數目 整本聖經都是神的話語 如果我們不明白 如果你們不明白 我們就只留在那裡 如果你們讀到一些地方 你不明白 你就是 留在那裡 就不要再聯想 此之的意思 如果你問我 144,000人是甚麼意思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得救 聖經講的教導 教導我們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被得救 就算如果你得救了 如果有試練來你的生命去磨練你 如果你經過這些試練 我們看一看薩卡尼亞書十三章九節一起讀 我要使者三分之一經過 勇煉他們如勇煉金子 他們必求告我的命 我必應找他們 我要說者是我的自民 他們要說耶和華師 我們的 聖經講到只有三分之一 然後神會在薩卡尼亞書上講 神在這裡講到神會試煉他們去知道他們 而這些人會求告神的命 他們是我的子民 他們就會說耶和華就是我的神 神會去奧煉我們 好像金 試煉金子和奧煉銀子 為甚麼呢 為甚麼神會讓我們經過這些事情 為甚麼神不是要去使用我們滅亡 反而祂要使用我們所有不見的事情 要是完全被毀滅 在我們生命上完全被消滅 我們是看比得慈書一章六至七節一起讀 因此你們 時代有喜樂 但如今聖八般的試煉中三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 既被試煉就被那鼻火試煉業 仍然能壞的今次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現物的時候 值著稱讚榮耀尊貴 當神去試煉我們的時候 我們經過這些苦難的時候 不是去滅亡我們 而反而是值著這些苦難 去潔淨我們 敬念我們 使我們成為今次這樣 這是神的目的 使我們把這些不潔的事情 完全離開我們的生命 為甚麼我們有這些辛苦的時候 因為我們聖經是看到聖經這樣說 我們所謂的福難 所以我們可以在耶穌基督 秘密的時候 直接稱讚榮耀尊貴 他人在聖經時 他人在那裡 都會在聖經時 他人在聖經時 住在聖經時 他人在聖經時 有很多的禮拜 都會在聖經時 有很多禮拜 擔任聖經時 都會在聖經時 都會成為聖經時 祝聖經時 祝聖經時 因為祂想我們得到清讚榮耀和尊貴的供耶穌顯現的時候 不要去擔心或者去害怕你的苦難 我們現時的手撥就是跟我們完成的苦難 但是根本從將來的清讚榮耀尊貴是沒有得給的 當我們站在主耶穌基督的面前 將你的受苦 當你經過受苦 你就是要將這些苦難再使你跟耶穌基督更加相近 去大步向前耶穌基督那裡 我要你更加成為更加靜念 使你能夠得到清讚榮耀尊貴 這是我為你們 我希望你們得到的 阿門 我們一起討論 親愛美善的神 我們感謝祢的恩典 主要求祢與我們同在 您要求 we should've truly 父親吧 和我們亦 避充 Scoch 要求讓我們儘難 去結正 結正我們裡面的不潔草 這些地方 這麼一種 我們要求一睡 "-fan compost 以及接受我們 主要你聖經講到 如果我們去尋求你 你就會來與我們相遇 我們祈求你今早與我們相遇 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 我們一起中讀主土民 主土民我們在天上的父縣人 都尊你的名為聖願 你的國幹留願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和行在山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天賜給我們面 我們的祭願和我們面必須 祂不叫我門與見線探 救我門絕離空落 因為國道與權命榮耀 全是你的聖道永遠 阿門 請大家繼續為金珍邀提醒 非常好討告 美琴媽媽討告 今天晚上 第三天 worshi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